7月22日 电影《回到过去拥抱你》 在金举行《拥抱过去》首映发布会 导演花明 携手主演侯明浩 彭玉唱 盖月希 一同现身此次发布会 讲述自己的校园生活 暖心接听粉丝热线 倾听粉丝的青春故事 带领观众一同回忆青春 拥抱过去 现场导演花明也讲述了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青春 每一个人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对青春的回忆 遗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会引起很多人共情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拍一个青春片吧 然后也那个缅怀我们的青春 纪念我们的青春 但是一般的青春片 其实大家之前也拍过挺多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我们的青春片怎么去突破 一个常规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加入了奇幻的元素 在加入奇幻的元素之后 这个故事就这么诞生了 除了高颜值的组合之外 影片还以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 打破时间的界限 为三位少年架构起一段别样的青春故事 同时也为观众打造了一场贯穿 整个青春的时空拼图游戏 其中主演后面号现场也分享了 自己接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中间我们几个人都经历了一个 非常奇幻奇妙的一个经历 然后都改变了我们美人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 比较深刻的一个意义 我觉得这个是我选择 这个电影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高斯林这个角色 也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而且其实他也有一个人物 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我刚刚有听到他受重创 然后自从那个以后 他就不断在实现自我的一个救赎 然后包括去解救他身边的朋友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